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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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左手一舉 右手一回 都牽渡我的心 你那忙碌最細 跳動的美誼 看來都有意義 听听我的手心 看见我的声音 不知唇头点点 不知有理有道具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看见我的世界 也是折磨的游移 折磨的游移 折磨的游移 嗨 小叔啊 连小佳吉啊 快来吃羊桃吧 很好吃 吃羊桃啊 我不敢吃 我不用了 谢谢啊 你怎么吃这么多羊桃啊 我记得你以前告诉我 你从不吃羊桃的 我朋友啊 他传讯息跟我说 吃羊桃呢 可以预防新冠肺炎 如果得了新冠肺炎 羊桃还可以治病哦 我已经吃了好几个月了 啊 什么啊 羊桃可以治疗新冠肺炎 这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是谁说的啊 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 为了身体健康嘛 我陆续团购了好几箱的羊桃 我呢 把它冰在冰箱里 然后啊 每天吃 刚开始啊 要很忍耐 逼自己吃下去 不过现在啊 已经习惯了 啊 羊桃可以治疗新冠肺炎 哎呀 这个听起来就根本是网路谣言嘛 你怎么会相信呢 如果羊桃可以治病啊 政府努力推广吃羊桃就好了 根本就不用花费大笔的经费 研发什么疫苗了嘛 对啊 这么说啊 大家也不用戴口罩 只要吃羊桃就好了 哦 你们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哎呀 我常常收到很多 健康资讯的网路讯息 看起来动影上真的啊 但实际是真是假 我真的很难判断呢 你们都不会收到这些吗 哎呀 当然会啦 尤其是什么婆妈群组啦 还有什么聊天室啦 每天呢都会收到一些骗人的讯息 这都是诈骗个资之类的 要小心查证才行 嗯 哦 嗯 聊天室里面啊 除了早安晚安的问安图 最多啊 就是各种热心的讯息了 哇 看似关怀的资讯 其实文字内容充满口渴的意味 嗯 就是啊 前几天啊 我的同学群组呢 收到了明海运动鞋 赠送纪念品的一些讯息 上面说啊 只要填写姓名 手机生日就可以收到年度纪念礼品 哎呀 我也是一时不查 填写完基本资料送出去之后啊 才想到 哎呦 这可能是诈骗哦 经过查证之后啊 果然发现根本就是骗人的东西 哦 哎 好可怕哦 幸好我只是多吃羊涛 没有随便提供个资 哦 哦 小叔啊 你啊 每天忍耐吃这么多不喜欢吃的水果啊 其实啊 也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会得不偿失哦 哎哟 好了好了 你们不用五十步笑百步了 看到奇怪的讯息啊 一定要先查证再转发 这样才能够杜绝网络的歪风嘛 嗯 但是要如何查证 可以问谁呢 只要是跟金钱有关 或者是要求你把钱转出去的 我们可以先上内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片网来查询 如果呢 是跟食品医疗有关的 可以到卫福部食品医药管理署 输入关键字查询 这样就可以了 嗯 我知道赖啊 也有跟行政院合作哦 他们推出了线上辟谣中心 叫做赖讯息查证的官方账号 如果我们收到奇怪的讯息啊 只要传到中心的账号 马上就会得到查证的结果 非常的有效率哦 没错 有很多公家机关的宣导 送免费的贴图 送现金券 找人啦 都可以在上面查核 是否为真实的资讯 嗯 是的 千万要记得啊 不经查证 拒绝转发这八个字 才能够终止这些 漫无止境扩散的网络假消息 哎 可是 很多长辈 不会经过查证 就直接转发出来了 那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说 我们可以教育长辈们啊 要先查证 然后再转发出去 现在呢 可以检举散发不实讯息的人 最严重的话 是违反社会安全维护法 必须要让他们知道 滥发的严重性 啊 哦 这么严重哦 我想老人家他们都不知道吧 嗯 是啊 当你收到假消息啊 可以先去查证 讯息到底是不是谣言 然后再转回去给长辈 让他们不要再转发了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现在啊 人手一只智慧型手机 资讯传播的速度太快了 看到资讯别求快 还有刷存在感 造成大众的困扰 而且还会助长谣言的趋势 这都要尽量避免才好 嗯 有道理 我先加入LINE的官方查证中心 然后呢 也把内证部 警证署 微服部的网页都存下来 以后啊 收到了社群讯息 就可以马上查证了 嗯 嗯 没错 那 这盘羊桃啊 我就勉强帮你吃一点吧 莲桥啊 你也来帮帮忙吧 一起吃吧 好好 多吃一点嘛 来来来 来 来 你帮 好吧 哇 小民家抓着查到同学 同学生气 二十三 再三十 其实快乐的通常都是能力比较好 难过的通常都是像乔明这样 有很多状况无法独立生活的 现在事实摆在我眼前的就是 我跟爸爸如果不在了 乔明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 你说我能不担忧吗 倪巧明他出生的时候 妈妈说这个小女孩真乖真好带 但是完全没有料到太乖不吵的小孩 反而有大问题 虽然明明知道不可能 但是妈妈还是常常在想 巧明哪一天才能够跟一般人一样呢 今天要介绍的倪巧明 是一位重度自闭症的朋友 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不足 虽然有口语 却无法跟人正常沟通 巧明的爸爸在工程公司当经理 因为工作的关系 在不同的城市搬来搬去 前几年终于在桃园 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家 这屋子里的装潢和家具 都是妈妈淑华亲自设计和挑选的呢 这个他都自己去买了耶 他去网路自己找自己找这样子 叫人家去买的这样子啊 所有的登记都是他选的 我是跟巧明爸爸在十九岁认识 然后大概二十八岁的时候订活 隔了快两年才结婚 然后学下了巧明 爸爸很高兴就说 哎呀谢谢妈咪 帮我写给这么可爱的女儿这样子 踩上来 那里 耶 你们看有没有好漂亮 有 那边还有空中花园耶 有没有看到 有 那都绿色的有没有 人家种草在屋顶上有花园 有没有好漂亮 有 有 来 哪边 快快 其实真巧明很好带 她就吃饱睡 睡饱吃 可是她是我的第一胎 我不知道这样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妈妈有觉得巧明不一样 她有跟我讲说 哎 阿华 那孩子怎么都靠自己 为什么你们巧明怎么都没靠 我说 是这样更正上 还是靠更正上 她说当然也要靠太正上 我说是 不能哭 不能哭 要笑啊 去拿卫生纸擦 她自己稍微一点情绪不一样 或是状况不一样 她的感觉不一样 她就好像受委屈了这样 还要不要哭 不要 不要 要笑笑 笑咪咪 好可爱 医生就跟我们讲说 她确定巧明是自闭症 而且是重度自闭症 然后她问我们说 要不要看这张手册 我觉得那时候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大雷 然后就整个崩溃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这么期待的孩子 这张手册会出现在 我这么期待的孩子身上 然后回去我们两个就很大招 她不能接受 我也不能接受 她哭得很伤心啊 这个是一次啦 还有一次是去领那个 身心障碍手册的那个东西 吃午餐做好不好 不要怕 不要怕 姐妹好吧 突然就不要表演了 咱们早餐吃不下的 吃午餐 吃午餐 吃一点点 操作没有坏掉 没有 吃一点点 吃一点点 好 好 好 赶快吃 我大概哭了六年了 我每天一起来 我刚才要抢你我就 然后坏坏老师 她是一个修行的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 妈妈 你这样子一直流眼了 你要把你家毁了吗 可是她在骗我 她说抢你会好 抢你会好 抢你会好 她以后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会很棒这样子 本来都一直不相信 因为很多地方都说六岁会好 所以就到处跑 南投哪边到处跑 跑到最后奇怪 怎么六岁了还没有好 然后最后 最后才是真的认命了 你确定了 已经 她自己出来的征照 是这个样子 然后去医院检查 又是这个样子 那就只有认命了 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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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都撑过去了 就是靠师傅的谎言 真的就是靠那个谎言 这样过来 就想说师傅说 她最喜欢弹弹琴 对舒缓情绪相当有帮助 我来感受一下 有哦 慢慢的 小明在念书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她就去拿剪刀 她把她的手指头都剪破 然后就这样子哦 然后水就一直滴 一直滴一直滴 我吓到了 我把我们家的剪刀 全部都收起来了 好 前面来背书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再打完 等一下 好啊 先把书背一下 小圆设的 规矩 规律 规律 来 你现在教她的 好像是三岁六的 对啊 二十六岁 为什么还要读三岁的东西 因为她就是理解力不好 然后这很简单的东西 嘴巴碎碎的 有没有哭 有哭 帮助她 能够从最简单的去学习 颜色的 规律 正确的颜色 家里有重度自闭症孩子的日常 跟一般的家庭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巧明家来说 其实也没有很不一样 但是巧明有太多的事情 都需要重复再重复的教导 所以最累最辛苦的人 就是妈妈了 规律 老年色的规律 她以前真的就像七魂六魄 少了一魄 明明那孩子就在那边 可是你不知道她的魂在哪里 你来说她吃那鞋怎么了 快点 快点 吃那鞋 好不好穿 不好穿 不好穿 因为那时候会叫叫 然后今天叫 明天就忘 然后再叫她又忘 再叫就忘 就是说叫到半夜 叫到半夜我都会哭 会大叫 会有那种崩溃 然后就会问说 上帝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样子 然后就哭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可是你哭完还是要教 你们好办 你们好办 有没有 很爱打算牌 算了 你掉下来生日 打几月 一夜就好了 一夜就好了 对啊 所以我就说她 她如果要陪她久一点的话 自己的身体要顾好 她没有睡觉 她也是要把她教 每天一样 巧蜜要做的事情 她就 其实都是她训练出来 所以她们两个都是弄到半夜 甚至于弄到天亮 我要上班了 她还没有睡 加四十三 巧蜜到三岁 她才会说一个苹果 然后那个苹果 我是从医生告诉我 巧蜜是治病症以后 我开始教 大概在小学二年级了 她就教我妈妈 可是她不知道 所谓的妈咪就是我 也不知道你我她 你要告诉她说 妈咪我要吃布丁 她以为 我要吃布丁 这句话就叫做 妈咪我要吃布丁 这样子 然后她要做这个沙发 巧蜜 她知道 她的名字叫巧蜜 然后你过来做沙发 而且这沙发就要加好久好久 坐下也要加好久 什么叫做坐下 你没有把她牵过来 你说你在那边喊 巧蜜你坐下 她根本不懂 她还是玩她的 她什么叫坐下 而且她那种感觉 好像她耳朵是封闭的 她拒绝了外界 如果待在家里啊 巧蜜的修行娱乐 就是看电视 跟着电视里的人 一起唱歌或者是跳舞 常常会自得其乐的舞动啊 可惜我听不到啊 我常常觉得 其实要毁了一个女人很容易 你只要给她一个特殊孩子 你就可以毁掉那女人的一生 之前的二十几年 我觉得我的生活在地狱里 有时候你走在路上 眼睛就掉下来 然后你会觉得 你怎么取笑我 你怎么骂我孩子是白痴 你怎么说我是有业障 我是有罪的女人 我什么都不在乎啊 我只在乎说 是这样的特殊孩子 年轻的爸妈 很需要长辈的支持 需要同产的支持 手足的支持 小明高中毕业到现在啊 已经七八年了 为了怕她待在家里啊 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所以呢 妈妈就安排她到桃园市的 唐爱日间照顾中心 来接受训练 这个日照中心啊 我以前曾经来过 里面的学员呢 以唐氏正的朋友为主 没想到小明啊 跟中心这里的唐宝宝 居然很合得来呢 小明 小明刚来的时候 家长有谈到说她会弹钢琴 我蛮惊讶的 然后后来我们总监事 就特别买了一台钢琴 然后她有时间的时候 让她弹琴给大家听 然后像我们有办活动的时候 也会给她安排一个节目 然后大家看到她的表现 也都是很惊讶 哇 弹得太棒了 哎呀 弹得真好啊 哎 来来来 哎 棒啊 哎 巧明啊 为自己鼓掌 台湾琴以后鼓励自己一下啊 虽然我听不到啊 但是看到巧明 专注认真的模样啊 我就知道她一定弹得很棒 老师说 小明敲桌子 超大同学 同学很生气 哎 来来来 来 来 你好 哦 嗯 小明啊 来看啊 这是谢谢 谢谢 谢谢 从一开始来的时候 她不会跟人家沟通 来 谢谢 到时一月发生她知道 她可以沟通 嗯 很棒 她做什么事 同学很生气 或者是老师很生气 她至少她有在做表达 可有时候你也不懂她在表达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步就是 她可以愿意跟你说话 她可以愿意表达 她可以愿意表达 曾经有一次 厕所的肥皂不见了 但是她那一天 有就是有提到说 哎 巧米把肥皂丢到垃圾桶 同学很生气 后来方老师突然想想想 哎 对 肥皂会不会被她丢掉 她只是会想跟我们聊天 说她做的事情 但我们有的时候会误以为 是她以前发生过的事 她哦 她其实就是 平常的时候她还蛮有自己的想法 她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小朋友 这样子 所以她平时有时候会画出一些 她可能自己想画的东西 那其实希望发挥她们的想像 让她们去表现出 她们自己脑海里的画面 对 她怎么了 她在哭了 没有没有 她没有哭 有 巧米你画完了吗 我画完了 我画完了 那你今天画什么 这是什么 叶子 叶子 那这个呢 小小 你插桌子去 小大同学 哦真的啊 好 同学很生气 哦 不会啦 那你乖乖的画画好不好 那你有生气吗 你有开心吗 有吗 有吗 有开心哦 有有开心哦 我们就挂画哦 像我们今天的绘画课啊 她完成作品之后 我们把它挂到展示区 她那个眼神就不一样 很亮 眼神就很亮 我们当然都会夸赞她说 哇 巧米你画得很好哦 那个眼神就整个亮起来 眼神啊 跟平常在听课的时候啊 可能是想睡觉的时候吧 那个眼神就差别很大 所以她会自己 自己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好 赞 来 我们比个赞 小明大拇指 比一个赞 来 赞 来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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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没有做这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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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没有做这个动作 今天也没有做这个动作 对 二十一 走开 对 二十一 她现在练了大概三个多月 从猪蒜 从医家一开始学 她学到现在也没什么障碍 只是说要沟通 要沟通有一点小困难 呵呵呵 怎么 真的坏掉了 怎么坏掉了 老师的水果吃了 肚子痛痛 还敢坏掉了 这个时段 这个时间她可能 又临时想到什么东西 就讲一句 我不一定听得懂的话 什么 吃什么水果 什么肚子 什么东西坏掉了 什么肚子痛 好 好 二十 里面的答案 她都故意写 鼓字 有的还用注音的 有点故意要皮皮的 如果你这样去考试 会被人家打叉叉啊 你就不能及格 好 你今天表现很好 还会笑 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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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对 三百分 鼓掌一下 变 变 好 我先问你一下 你今年几岁 二十八岁 妈妈今年几岁 二十八岁 老师几岁 二十九岁 老师已经六十岁了 老师在这边的女跟谁拜拜 过了几年后 她能够越来越聪明 然后她的智能智商 智慧越来越开展 可以把她所学的 多多少少会应用在她的日常生活 所以她鲜学也是一个好处 八 八 您好 我有打电话来 我们就是也很希望他们学会 自己外面拿外带的晚餐 因为有时候假如说 爸爸妈妈外出的时候 小孩子在家 他是不是可以在家里附近 买一份晚餐 或是午餐来吃 我们很希望他们 慢慢的也可以学会这样子 也是生活治理的一部分 因为妈妈会很在意说 巧米很多不会 那我们是说孩子有进步 我们就高兴 就是往正向的思考去想 不要一直觉得想到孩子不足的地方 然后尽量去想说 孩子钢琴弹得很好 画画画得很好 拿她舞蹈她可以融入 她也越跳越好 那我们往好的地方去想 心情会比较开朗一点 来 和家人一起跳跳舞 是很开心的事 动动身体 流流汗 你看 妈妈也跳起来咯 本来还不好意思 谢谢 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会有效了 我以前是要忧郁的了 要还会有效了 还能跟你们这样子讲 也是因为巧米 有越来越进步 那如果说 那你们以前看到我的话 我大概从头哭到尾巴 好棒 很好 好棒 给我饭 很多特殊儿的家长 都跟巧米的父母一样 最担心的 孩子将来没有人能够照顾 因此巧米的妈妈 才会花这么多的心血来教导她 未来会怎么样 谁也不敢说 但是现在就一直努力学习 就是为将来的自立生活 做最好的准备 保护眼睛 巩固势力 该休息一下咯 公式三月最强片单 让你看到欲罢不能 不管是参与第一季的老观众 还是准备好菜篮 要上市场的新观众 诚挚邀请你 一起到市场待一天吧 我又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岛上日常的脉动 扎根于台湾的能量 17位导演 通过镜头语言 讲述了台湾的各种真实 公式计时 跟着小兵 香韩和雅里 漫游博物馆 欣赏古文明满足探索的好奇心 下课花露米 我物馆大惊奇 百年现代化塑造了当代台湾 借着了解过去的历程 来思考接力完成任务 未完成的任务 现代台湾缔造者 三月好期待公式最精彩 下课花露米 经典电影院 借来的一百天 模范生制作团队 最新悬疑立作 游荡在人世的灵魂 借尸还魂 住进一位高中生的身体 一百天内 要找出他的离奇死 他怕还没死 然后还没死 三月七号 周日中午十二点半 借来的一百天 从现在开始 我们PLUS温散 好害羞 PLUS吉娃思爱科学 比较常说 也有科学知识 PLUS建筑的艺术 加上当鸡蛋杠上高墙 李贵仁导演新选集 牆上苍蝇的那条 然后再来PLUS 魂球新门 加到满 看个够 公事家PLUS PLUS PLUS 阿爸 你那开的家庭 到底是真是谁 老虎 来 我到中国又不是要搬 那么多东西 要等着住一年 跟搬家不像不一样 好 好 好 你就绑这样子跟我说 拜拜 来 先拜祝吧 先拜祝吧 3月7号周日晚间11点30分 公事学生剧展 阿迪美法店 美国针对亚裔族群的随机仇恨攻击增加 NBA球星林书考也遭波及 疫苗接种如火如荼进行中 但四大洲人因变种病毒威胁 疫情起伏 日本迎接樱花季 碍于防疫自诉 由地方政府推出VR赏鹰 让民众在家安全赏花 韩国热门网慢改编戏剧电影 疫情下带动另一波寒流 周六周日晚间 全球现场与你一起探索全世界 小花 张哲瑞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花 张哲瑞 帶着首 同名創作 张哲瑞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和张哲瑞没有什么对不对 不是大家所说的那种流嘴 我住在华莲 身上没有半毛钱 只有月准备陪我 我喝酒高点 我从小到大只有阿公阿妈陪我长大 阿妈是天使阿公是恶魔 只会把我打 会把我骂 还像电视一样那才倒追我 还记得小时候 几乎爸爸的脸孔 因为他爱喝酒就到处了随便走 有时随入口 有时随妙活 有时随在自家门口 阿公真的是恶魔 不收家人不会动 半夜交信我不理他就把门打破 阿妈开玩笑 假公是个错 但是没有这样子 没有爸爸还有我 世界上只有妈妈 没妈的孩子 想更吵 世上只有妈妈 没妈的孩子 想更吵 世上只有阿妈最好 怕我饿着 怕我感冒 怕我感冒 不足一切 不要求回报 那么好的阿妈 是哪一招 有一天 我看不到 我害怕 也苦恼 我的世界 变得颠倒 我害怕 也只想跑 只想逃 我原本的彩虹 我剩下两种 以前的轮廓 我现在都不懂 以为世界被拖走 我被迫切送的太重 我进去起名学校 我才懂 我才懂 我跟别人没有不懂 我跟别人没有不懂 我跟天生我在游游 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妈的孩子 想更吵 世上只有阿妈最好 有阿妈的孩子 是永远都没有烦恼 还记得小时候 阿妈都会在睡前 唱歌哄我睡觉 虽然 现在听不到了 但我永远 永远都不会忘记 她是这样唱的 让别人 panelists Fr Tea 又开始说 孩子们都不会忘记 让花猛烦恼 planneditzitter 花猛迷突 我那時候才高中一年級下學期 一年級以前我視力很好 我出生的時候視力是正常的 1.2 就在下學期的時候 打個籃球吧 你就突然覺得好像很累 怎麼有點模糊 一開始還以為是近視 然後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點藥吃藥 沒有比較好 老師就介紹我去很有名的醫生看 我第一次看醫生 被醫生說這個我不會醫 我就回去跟我阿嬤講說 醫生說我這樣子我該怎麼辦 阿嬤說要看醫生 醫生說有病毒要看 剛開始左眼看不到 來臺北看醫生 然後住一個禮拜之後 我一出院更可怕 進醫院以前我看得到紅綠燈 出院之後我的右眼也模糊 一開始醫生跟我講說 我是視網膜病變 我就吃了藥 然後出院之後反而變更差 我又回到花蓮繼續看醫生 那時候很恐懼 很害怕 我就趕快打電話求救 打給老師沒接打給阿姨阿姨就說 你先別慌我們等一下馬上 我快下班帶我去看急診 然後我在家裡等那個過程當中 我在家躺著然後一睜開眼睛 那是我第三次視力整個下降 我在家裡 從那一次下降之後我在家裡是找不到廁所 我會覺得我好像失去整個世界 我想去我熟悉的地方我找不到 我東西掉了我找不到 我阿嬤 因為我跟我阿嬤是一起住我是單親 然後我阿嬤移動我東西我會跟我阿嬤吵架 我那時候就只有一個概念就是 我一定是沒睡飽 我睡飽我就看得到了 我就每天睡覺 我記得在診間醫生就跟我這樣講 他說哲瑞啊 你這個不會好了 不要更差就好了 我就在診間一直掉眼淚 從那天起我就每天關在房間 我阿嬤就每天端飯啊端湯啊 拿水進來然後叫我吃 我每天都在房間裡面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過也要很感謝我阿嬤吧 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 我不想再讓她擔心 我就趕快想說自己走出來 然後我阿嬤就好像看著我這樣走出來 她好像很放心 但是那時候我的情緒始終很差 每天她只要碰我東西 然後我出門說 你去拿乖子喔 然後我就罵我阿嬤 那不是乖子 乖子是腳不好的人在用的 我是眼鏡不好的叫手葬 我現在想想我都很想笑 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是要不是有我阿嬤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從那個房間裡面走出來 想想我到底眼睛為什麼會這樣 什麼原因 不明原因 但病名叫視乘性萎縮 我也只能 面對這個這樣的自己 我原本的工作已經做了按摩 視障者做按摩 就三年之後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 開辦了一個表演訓練課程 他說我覺得你很適合 你常常在學校主持活動 你要不要去看看 就這樣因緣際會 然後培訓 然後成立夢想者聯盟才開始正式的表演 培訓的過程當中我是 就是比較常做的是主持人的工作 就是帶動氣氛 或者是主持活動的連接 或是一整場的活動 那最早起家是我協會就推薦我去做電臺 然後才開始訓練自己的說話 不然為前的相應有點重 慢慢的在夢想者聯盟裡面的團隊 看到很多人的專長吧 我就想說我也好想跟他們一樣 這樣就可以增加更多表演的機會 這樣也可以靠表演賺錢 維持生活 我就不斷的練 就算別人笑我 你唱歌不準 我就照練 你會跳舞嗎 就練 反正不管別人說什麼 練了就會了吧 慢慢來 一定可以成功吧 反正後面是別人沒看到的啊 你練多少別人不知道 反正最後就是在台上那短短幾分鐘 你就會看到我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去做這些事情 我喜歡在台上讓別人很開心 所以我開始做主持人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我天生的個性 因為我小時候就在小學三年級 老師說那種看圖說故事 然後我就舉手 然後把老師一節課講完 然後台下同學就一直笑翻說 我下次還要聽 我就過程之後 我就突然覺得自己黑暗太久了 然後可以開始表演之後 聽到台下的反應 掌聲 笑聲之後 我突然覺得表演好爽哦 我想要讓別人 除了開心以外也有感動 而如果感動 而我們的不完美 就會成為別人看到 哇 你們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去做這些事情 有時候總是會遇到一些 很尷尬的場面 甚至因為你看不到 然後你聽到這個名字 人家跟你講說 等一下誰誰要來 哦 好 然後其實他的名字 超像女生 但實際上是男生 然後我就 誰誰小姐請上台 尷尬到翻 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看不到 在主持這一塊 其實有很多的挑戰 我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沒有沒有做不到 只是你要不要花更多的時間 像對於我看不到 都得花更多時間 一直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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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很多東西 才可以完成 別人看到的那個當下 其實我一開始都是在失敗 但是最近這幾年可能 我覺得是背後的努力 終於得到了一些成果吧 就像以唱歌來說 寫歌 別人都覺得說 你唱歌都唱得不準 然後每次表演的夥伴也會笑 然後我總會很難過 然後躲到廁所偷哭 甚至我們也有巡演的時候 然後那一天有安排我唱歌 當下就被 就被整個換掉 然後你十分鐘前才知道 你不用唱了 那個當下是非常害怕的 然後我就在後台 然後拿著我阿嬤的護照 因為我都會帶著他 就像到處陪我看我表演 我就跟我阿嬤說 阿嬤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力量 別人不相信我 他沒看到我的努力 但我相信你有 可不可以告訴我 其實你可以 所以其實失敗大過 有很多成功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好像得了很多獎 其實背後 其實真的很多挫折 跟別人的有點唱衰吧 但我相信 東西都是做給自己的 還有支持你的人 不管是家人 或是喜歡我的表演的 那些粉絲們 我就會覺得足夠了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一百分的自己 讓別人覺得 哇 你一百分 但我相信 我可以對得起自己的表演 也對得起 喜歡我的這些人 啊 不好意思啊 鏡頭髒了 清理一下 馬上回來 一樣的菜園 兩樣勤 不一樣的農村主人 防止植物病 蟲害也不同 一個蟲上有機自然 一個化學藥劑不離手 而有機農夫也放潮鼠 平衡自然 回復生態樣貌 3月6號 週六晚上8點 農村的有機遠見 就在公共電視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邀你一起探索萬物的奧妙 與大自然和諧共生 這點錢 對啦 再給你一點時間 我時間都讓你消耗嘛 你啊 只聽我一句 一家人有什麼事情好商量嗎 我們不要因為工作上的事情 跟孩子相當好親 萬言 拜拜 找人关心了一下你家长的 然后儿子准备上大学 这些都是大学 你这什么意思 三月七号周日晚间时间 公式人生剧展大潮 看得见鸟类的美丽 看不见鸟类的伤病 它已经瘫软掉了 那势必一定是室温 点滴一定要上上去 该有的药物治疗 防止休克的 还有一些血清毒素这样子 帮它做 台湾有着不同的鸟类救援组织 成为鸟类的守护者 让美丽的飞鱼重返天际 三月八日星期一晚间十点 公式我们的岛商鸟的守护者 哎呀对了就是住在我家隔壁巷子的那个老王有没有啊 你不是看过吗我发现她可能在爱恋我哎 你说我怎么知道 就我每次去公园散步 她都会故意来找我聊天 肯定是想追我了 阿花 你等一下 媳妇 我得跟你阿花阿姨视讯 口有点渴 你去帮我倒一杯咖啡来 好 等一下 是啦 是啦 我媳妇在拖地了 你说 有有有 你说的没错 然后呢 好 婆婆 咖啡来了 请 你先放着 我等冷一点再喝 你去拖地 快拖地吧 去吧 好 你说我 我的眼镜啊 这样比较好看吗 靠红啊 你也配的 老婆 这件衬衫呢 有点皱了 你现在赶快帮我去烫一下 我等一下去机场接客户的时候要穿呢 快点 好 我马上去帮你看 老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唉呀 老公 衣服烫好了 好 好好 对了 老公 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了耶 明天啊 你不用上班 那我们开车去山上泡温泉 好不好啊 老公 如果你不想去泡温泉 那要不然我们赶去看电影好不好 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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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哎呀 哎呀 三 二 婆婆 婆婆 我下个礼拜呢想回娘家一趟 哎呀 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吗 嗨 阿珠啊 有看到我吗 好久不见了 对啊 怎么样 下星期啊 你有没有空啊 我们一起出来喝下午茶 我手机啊 开心 你干什么啊 哎哟 哎哟 你干什么 对啊 老婆 这个手机不能摔 我们有话好好说嘛 真是 我刚刚跟你们说话说了半天 你们连理都不理我 你们母子两个现在是当我塑胶做的 我严重怀疑我在这个家里被塑胶了 什么 你被塑胶了 塑胶是什么意思啊 哎哟 哎哟 塑胶瓶啊 哎 手到辞就来 哎 我呢 是爱做环保 保护地球的 巧手爷爷 今天爷爷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年轻人很爱说的一个流行词 那就是 被塑胶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是现在的年轻人 也跟巧手爷爷一样 爱捡塑胶瓶罐做资源回收吗 如果啊 要追溯这句话的来源啊 那就要从台湾1980年经济起飞说起 台湾在过去经济起飞的时期啊 很多原本用石材木材金属制作的产品啊 都被塑胶材质取代了 因为塑胶啊容易大量的复制 所以价格比较低廉 品质也不好 有人用的明明是真品 却被当成塑胶仿冒品大量的制作 这个意思就是 你不是我 这回我没实力 但我不存在了 那么 被塑胶的手语怎么比呢 塑胶是软软的 手语呢 就是 软软的 塑胶 小指头勾一下是被 被塑胶 眼睛空空的漠视啊 意思也就是被塑胶 举例来说啊 我们常常用LINE来传递一些讯息 如果你收到对方在LINE的讯息上面写着被塑胶 意思呢 就是 你不读不回 或者是 你当我塑胶啊 意思呢 是希望你要回复 瞧爷爷这样解释 大家都清楚了吗 好了好了 爷爷啊 要继续去捡塑胶罐做回收了 下次再聊啊 被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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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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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琪啊 你老婆今天是哪根筋法队干嘛气成这样 哎呦 谁知道啊 我想啊 可能是更年期快到了吧 哎 妈 你别管她 她等一下就没事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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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哎 你拉着行李 是要去哪里啊 你 啊 我已经受狗 在这个家里 老是被当成塑胶人了 哎呀 哎呀呀 所以 我决定害你儿子 离婚 哎 哎 然后呢 我要回娘家去住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哎 老婆 我们好好的 干嘛要离婚呢 哎 你走了 家里的地 谁脱啊 还有我的衣服 谁来洗啊 哦 原来呀 哎呀 在你心中 我就是个庸人吗 哎 哎 好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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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阿吉的意思是说 你对我们家很重要 我們不能没有你 哎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哎 哎 是 你刚刚是不是说想去看电影啊 我现在就订明天的票 好不好啊 哎 是是 不用了 我现在不想去看电影了 哎 我还是我们明天全家人去阳明山走走 我保证从现在开始啊 我跟阿琪都不会再塑教你了 不会了 对对对 只要你不离婚 这个家全都听你的 对对对 真的吗 以后这个家都听我的 对对对 婆婆 我口渴了 可以请你去倒杯咖啡给我喝吗 好好好 我马上去倒 马上去啊 对了 老公啊 我刚刚地板还没拖完 没问题 地板我来拖 老婆 你坐在这里好好休息啊 老虎不发威 把我当被猫儿 想要塑胶我 门都没有 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吗 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资讯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 你们的留言呢 绝对不会被塑胶的 请放心 听听看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哎 媳妇啊 咖啡来了啊 哎呀 哎呦 小心烫 小心烫 哎 好好好好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阿琪幼幼园第三季 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 就在公示频道 一文特区 拉斐尔天才的光芒 每年有五十万人 排队欣赏 他的西斯丁圣母像 画里的两个天使 更是享受全球的知名图像 一起了解这位年轻德智天才的故事 拉斐尔天才的光芒 既在公示三台 各位旅客您好 列车即将抵达终点站 驻山车站 山里面天色未明 老画家随着人群走下了火车 背着画具来到了海拔 两千四百公尺的山顶上 破晓时分 他拿起了画笔 眺望着远方的山棱线 准备迎接朝阳 从玉山背后 缓缓浮现的那一秒钟 晚年的杨三郎 并未停止对风景的探索 并且始终 在尝试把握自然世界 变换颜色与光影的奇异时刻 在台湾中南部山间地带 杨三郎曾经好几次 从不同的角度 描绘玉山的身影 在1984年完成的这幅 《玉山日出》 表现了冬至时节 太阳从玉山主风 与南风之间浮现的景象 画里的天色出亮 树丛 还必与连绵山脉 颜色仍旧阴沉 但在山的棱线之上 朝阳的光芒已经点亮整片天空 仿佛下一刻 海洋上 海洋上汹涌的坡刀 拍击着海岸 雕骚出岩石的线条起伏 自然世界的顺喜万变 在这幅画里获得了精彩的呈现 以大自然为师 不断地在自然世界里 寻找创作灵感 杨三郎的画 透露着一生的热情追求 他的艺术生命 或许如同画里的朝阳 始终绽放着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